最近天气的变化非常快 温差也很大 8号起白天东北季风减弱 气温回暖了 不过星期二水气增加 出门又要带雨季了 到了星期三星期四 又有一波冷气团南下 花冬低温预计会来到11到13度 星期四水气减少 星期五冷气团减弱 白天气温回升 预计周末两天才会是稳定的天气 近日天气变化快 温差大 周日受东北季风影响 到周一8日清晨 都受到东北季风及辐射冷却影响 气温偏低 到了白天气温回升 不过到了周二水气增加 民众出门可要攜带雨季 接着周三起又将变冷 预计影响到周四 水气才会减少 目前看起来就是 会受到一波比较强的 大陆冷气团影响 就是10、11、12的清晨 那13号选举的时候 天气看起来还不错 所以这一周的天气 其实就是会受到 只有一波的冷气团会对我们影响 这周其实我们还是在银风面上 所以在花莲整个地方 大概就是在银风面上 局部的地方有一些短暂雨而已 大概不会说是整个线都在下雨 也不会说很长的时间下 就是一些短暂雨的一个情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8号、9号、10号 天气大概就是一些局部地区的 一些短暂雨的一个情形 那到10号开始 11、12温度会下降 然后13、14温度会上升 所以天气目前看起来 其实天气还好 就是不是很糟糕的一个天气 然后在我们可以看到 在11号 10号、11号、12号的时候 清晨温度就相当的低 就大概就13度的地方 然后如果有一些地方 如果浮射冷却更强一点点的时候 可能会降到12度以下 所以可能就是早晚的时候 就要注意一下保暖一个情形 周三到周四冷气团南下影响 降温有感 到了周四水气减少 周五冷气团减弱 周五清晨辐射冷却影响 气温偏低 到了周五白天气温回升 预计13日周六的2024总统大选投票日 景阴封面东半部有零星降雨 大致多云道晴稳定天气 提醒民众日夜温差大 注意保暖 记者讲方言火灵师报导